汉武帝的茂陵里边没有后陵 这是为什么呢 是他没有皇后吗 当然不是了 咱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啊 金屋藏娇 说的就是汉武帝和陈阿娇的故事 当时刘车还很小 不到十岁 也不是地位继承人 但是他从小就机灵的不得了 讨人喜欢 来 孙孙给你找一个媳妇好不好 好 你喜欢哪个姑娘 告诉孙孙 孙孙给你做的 你喜欢啊 阿娇呢 要是孙孙让阿娇嫁你 让阿娇做你媳妇 你愿意吗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 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 让阿娇住在里面 金屋藏娇 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了 汉武帝并没有造什么金屋 但是他继位之后 却给了陈阿娇一顶金官 皇后 那您肯定要问了 既然有皇后 那么为什么陈阿娇没有藏金茂林呢 这个呀 那就是陈阿娇自己的问题了 了解西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汉武帝能够继承地位 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 那就是管桃公主 看我怎么说的 这孩子呀 比那太子凌厉的多 老太太最喜欢她了 老太太最疼爱的 也就是她了 作为窦太后最疼爱的女儿 汉景帝最亲近的姐姐 管桃公主为刘彻登基 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问题也来了 陈阿娇自使娘家有功 当上了皇后以后 根本就不把汉武帝放在眼里 这个骄纵一行 最后呢 还在这个宫里弄出什么巫术 汉武帝一气之下 把这个原配的皇后给废了 那有人又要问了 既然汉武帝没有皇后 后来又那么喜欢李夫人 为什么在他生前 不册封李夫人为皇后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 他的另外一位皇后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魏子夫了 魏子夫出身很低贱 是一个歌姬 但是此人品行贤德 很有内秀 而且很聪明 看问题往往一眼 就能看到本质 做事情也很得体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不该说什么 拎得很清楚 所以很得汉武帝的喜欢 最后封了他为皇后 他的儿子刘巨 也被立以为太子 但是谁也没想到 公元前九十一年 一桩京士大案 却让魏子夫这位千古奇女子 没能善终啊 怎么呢 咱们知道 古代帝王都有一个通病 迷恋皇权 迷恋权力 而且是越成功功绩越大的人 晚年往往越发迷恋 总会担心有人抢蛮夺权 很不幸的啊 公元前九十一年 他六十六岁那年 就遭遇了一起 这样的事件 那天呢 有一个名叫江冲的人 汉武帝非常宠信的一个大臣 偷偷地向他报告 太子刘巨动用了巫蛊之术 在家里边埋了小人 咒他凿死 汉朝时候很多人信这个啊 信巫术 汉武帝听怒了 你给我查吧 立马就派了江冲 查抄太子府 查到没有呢 在太子府果然抄出了小人 这下可了不得了 证据确凿 太子被逼无奈 自意而死 而同时呢 作为太子母亲的皇后魏子夫 也因难辞其咎 最后被迫自尽身亡 皇后太子就这样死了 但是您不知道啊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据史料因为此案受牵连入狱的多达几十万人 最后直接被杀的也有好几万 案情影响之大波及之广 是旷古硕金 这起大案史称巫蛊之祸 那么太子刘巨真的是想篡权夺位 皇后魏子夫也真的参与其中了吗 事后查明所谓巫蛊之祸 不过是小人导演武帝失察从而制造的一桩千古冤案 原来啊 那个小人江冲 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只会拍刘彻的马屁 这让太子刘巨非常讨厌 江冲由此担心一旦武帝驾崩太子继位 自己很可能就没有好下场 于是他设计诬陷了太子 而晚年对皇权的迷恋 让汉武帝蒙蔽了双眼 最后小人得逞 这应该算是汉武帝一生的一个污点了 据说得知真相之后啊 汉武帝是悔恨不已 由此史学家认为 巫蛊之祸之后 刘彻没有再立新的皇后 茂陵也不设置后陵 这应该是汉武帝想表达对魏皇后的追思吧